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吗 接着我们用Google Trends再来热搜看看 各地网友都在讨论什么 我们第一个还是看到美国 正义帮大家来分析 好 美国的这个热搜关键字 是佛州州长的名字 德桑蒂斯 那他会出现主要就是跟他 在台湾时间今天早上 做一个重大的宣布有关 就是说他要出来选总统 那要对抗的就是 要先跟同党 同党的要竞争嘛 最大竞争对手就是他的 川普 昔日的算是也不知道恩师 但是他疼挺他的一位就是川普 对那川普的话 其实对于他就是有点讽刺 我们来看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这一次呢 德桑蒂斯他是在 Twitter Space上面这个平台来做宣布 那这个Twitter Space有点像是 我们之前很熟悉的一个APP 叫做Clubhouse 就是他就是有点像是广 好久没听到Clubhouse 他好像有一点点没落了 没有像之前那么的夯了 对他是他是以声音为主 然后呢就是他大家宣布嘛 所以说大家都会挤上去平台想要听 结果没想到这个伺服器整个就是爆 然后呢本来线上的这个人次有达到大概六十几万 结果因为就是爆 然后大家根本没有听到德桑蒂斯他要讲什么 然后还一直听到什么人员被就是就是断讯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结果真的等到德桑蒂斯要开始讲的时候 那时候只剩下大概三十几万 就哇因为科技的关系 对然后结果川普就是马上在他的这个推特上面就是弄了一个那个火箭升空 然后结果失败的梗涂 就来讽刺他说这个出师不利 对 然后这个所以说这让马斯克好像也有点没面子 因为Twitter Space毕竟也是马斯克旗下的这个产品之一嘛 然后马斯克还有出席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凶部会 所以川普用的火箭是不是也有点在讽刺马斯克跟他这样连在 感觉有点呼应 都可以勾得起来 都可以勾得起来 好那这个德桑蒂斯他其实对台湾的态度其实跟川普有蛮像 就是说他是挺台然后对中国大陆是比较强硬的 但是如果说要比这两个人的民调的话 这个德桑蒂斯还是差川普蛮多的 川普大概有53.5% 但是这个佛罗州长大概只有20.8% 要追的话还要加把劲咯 对所以确实他本来就一直说他要出来选嘛 终于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英国的热搜话题 是这个威尔斯暴动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我觉得算社会案件 那是南威尔斯卡蒂夫日前发生了一起车祸 结果呢有两名未成年就不幸丧生了 那意外发生的原因疑似是警车警方开着警车 结果追踪这两个骑电动自行车的年轻人 结果有追撞他们 那这件事情警方其实不愿意承认 他说就警方说我没有跟他有什么碰撞 但是这个社群媒体 大家就已经看到有一些画面出现了 所以警方确实在当时应该是有追逐这两名年轻人 那对这件事情哦 这个民众就很不爽啊 就觉得说你警方怎么可以说谎呢 还不承认 所以就聚集在路上引发暴动 甚至有数百人是纵火来烧路边的车 放烟火还有跟警方发生冲突 持续才会比较高涨 所以成为了英国的热搜话题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日本哦 日本的这个热搜关键字呢 叫做儿童津贴 那跟这个日本的少子化就是很有关系 因为大家都不生嘛 这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一定得要做一些措施哦 希望能够提振这个生育率 那他是计划要怎么样的扩大呢 因为现行的这个给付的年龄哦 是到大概15岁 他现在想要把这个年龄拉高到18岁高中毕业 而且如果说你生了第三胎的话呢 每个月的这个津贴还会再加倍哦 那这个扩大津贴的预算呢 会他们打算要从这个日本的医疗保险中 来拨款支印哦 那估计会将达到这个1.2兆日元 相当于台币2000多亿左右啦 但是这个能不能够说这个让国会这个通过的话 就还是要再看看这个各地的反应如何了 对但我看他们每个月给大概2000多 两三千看你的这个年纪啊什么的 对 不无小谷啊 不无小谷没错 但是在通膨的这个压力下面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偏少 对 但像我去日本的时候他们还有问说 就是他们以为自己的少子率已经 就出生率已经非常少 就其实台湾比日本还要再低 所以其实我们的政府应该更努力的来鼓励爸爸妈妈生育 好接着来看南韩 南韩的热搜话题是5050 她是一个南韩的这个新人女团 她们单曲Qubit 本周在告示牌的单曲百大排行榜里面排18名 好虽然比上周下降一名 但是单曲连续第九周在排行榜上 成功的打破Blackpink跟席琳娜合作的 Ice Cream所创下的Kpop女团的八周排行榜记录 反正就是比别多一周啦 就看下一周还有没有继续连 好那他们这个5050 他们在2022年11月的时候才首次亮相 然后在2月24号就发行了这个单曲Qubit 那这个歌曲我有上网听哦 真的蛮洗脑的 所以在Tito一度是蛮活跃的 那我也看了YT的这个这个Qubit的 点阅吗 对6712万次 好但是Ice Cream更强哦 Ice Cream有8.4亿次 但因为它已经出了两年 对对对但都很厉害 对这很强 Kpop现在很强哦 那现在这个他们因为有这个歌曲的加持 所以人气也越来越好 所以5050的经纪公司 其实在美国的行销活动也正在做准备 哇所以这个寒流应该还会在持续好长一阵子 对那因为还有这样 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开车我就开始听Black Queen 突然被寒流洗脑会有这种感觉 而且很多很多这个小女生都跳他们的舞蹈 很喜欢那个什么Flower 对对对 就是Black Queen的单曲 没错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香港 香港就是我们前面刚刚所提到的国泰航空 那这个国泰航空这个事件 这个纵使说解聘了三名空服员 其实这个民众的怒火其实还蛮难消的 因为其实看到国泰航空的他的比如说营收 其实蛮有大概超过七成是来自中国大陆 那可想而知这个事情然后再加上你看到营收 我觉得很多中国大陆网友经常讲说 哎我们是你们公司的金基姆呢 结果你这空服员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乘客 是不是有点不恰当等等之类的 这个想必应该还会再延烧一阵子了 对啊那香港自然成为热搜嘛 因为事情很大屌 好我们接着来看台湾 台湾的热搜话题是疫情升温 好这疫情是什么呢 其实前几天我们讲过常病毒疫苗嘛 那这个是讲的新冠肺炎 好应该大家都有发现说 这个周边原本天选之人最近都确诊了 确实在第四波的本土疫情 这个新冠肺炎正在升温当中 疾管署说过去一周的中重症确诊平均 每一天增加的是204例 不仅比上周增加了32% 更创下了3月20日 轻证免通报以来的最高 所以推算下来大概确诊的个案 每天大概是增加2万名 因为现在不用通报了 所以他是用推的方式来进行估算 好那现在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机关署后来就有一个新的政策 说5月31号之后 医疗机关 医疗医事机关 跟一般的护理之家 还有老人福利中机构 这四个场所都要持续的强制佩戴口罩 所以如果到这些地方 你口罩是不能拿掉的 好那如果呢 是长照服务机构 农民之家 还有这个 儿童跟少年服务机构 身心障碍这些救护车友 就只是建议佩戴 所以有一些这个差别 大家要特别注意 不然可能会被罚 那当然像65岁以上啊 长者或者是50岁左右的慢性病啊 或是5岁以下的小朋友 真的要特别注意 因为还在流行当中 所以还是有可能再度确诊 那如果免疫力比较差的 对 如果说你就是像之前一轮讲的 你能打就赶快去打 如果真的你因为身体的因素没有办法打的话 真的口罩还是要戴好 对而且少去人多的地方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热搜关键字 是一名过世的艺人 他叫做哈里斯 罗尔夫哈里斯 那他其实是一个 算澳洲蛮知名的艺人 他是最近病逝的 是93岁病逝 但是比较让人家震惊的是 他其实就发生过一些不好的这个新闻啊 就是他在2013年的时候有招控说性侵未成年少女 然后呢就是后来有被判5年9个月的监禁 他后来出狱以后呢 却从来没有跟被害人道歉过 所以说其实蛮多的受害者家属 其实对他是相当的不谅解的 那他的家属呢是有发一个声明 就是说他是在家人跟朋友的陪伴下平静的过世 那希望可以尊重隐私 不要再发表评论 所以这个澳洲的艺人 他其实在英国也蛮红的 所以可能很多在新加坡 因为毕竟是被英国知名过 所以有很多的网友在关心这个议题